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五月开局港股属于一个调整状态 但是医药板块整体走得都比较强 我们认为主要第一个就是疫情的反复 包括印度的新冠疫情进一步的升级 我们再看复兴医药 它的一细胞表现得非常的亮眼 我看到它的营收同比增长是37% 达到了80.6亿元 它的净利润也是同比增长46.8 达到了8.5亿元 这个成绩是非常的亮眼的 我们再看到它的净利率 是从9.8已经提升到了10.5 主要是它的新产品的免疫药物 比如说汉利康与乳腺癌药物的 曲妥朱丹康这些产品的贡献 这些产品的利润率是高于它其他的产品 比如说它原来的消化道系统相关的产品 所以市场的上涨主要是这些因素 像从它一级报能看出之前的 它的一个盈利的能力是不错的 那么对于它之后的一个 2021年的一个盈利空间 您怎么看呢 特别是它现在正在布局的是 mRNA的一个新冠疫苗的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就是说 父亲医药最值得期待的这两年的一个亮点 就是它的这个疫苗 那我们根据这个海外的这个媒体的报告 德国的这个Bondtech高管呢 今日也表示 这个公司的mRNA这个疫苗呢 这个复辟泰在中国的审批工作 已经进入了尾身 那预计6月到7月呢 有可能会审批在中国直接上市 我们看到父亲医药拥有的这个复辟泰 在中国 包括咱们中国的香港地区 然后澳门的这个开发呀 注册呀商业化的权利 所以从目前来看呢 这个复辟泰的这个保护率呢 确实是高于了科兴 也是高于了国药 所以呢近期这个新冠疫情 在印度这样的扩展 那大家都寄希望于说 这个复辟泰的这个销售 可能会更为亮眼 那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复辟呢 货辟呢 对复兴医药也是会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支持 确实像印度的疫情 也是让人手中捏一把冷汗啊 到底之后的疫情会怎么样 以及是否会对复辟泰之后 有一个其实一个 有一个比较利好的一个消息 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那么对于港股的复兴医药来说 对投资者最近的一个操作 您用怎样的建议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公司 目前的股价对应的是 它这个2021年的这个PJ 只有1.4倍 所以我们认为估值呢 这个估值目前其实也不算 不算太高 那我们可以建议投资者 这个逢低吸纳了 然后我们也是会关注 这个疫苗的货批的进展 如果货批 我们认为确实是会成为 一个短期股价的催化剂 那么之后是否有这样的消息 也是值得投资者比较关注 把握实际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本期节目我们也非常感谢 赵老师今天带来的解读 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欢迎您持续关注 现在电视为您带来的 其他财电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